1月11号,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民意代表选举于上午8时开始投票 截至目前,韩国瑜、蔡英文及柯文哲、马英九等已分别亮相投票所 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当天上午8时至下午4时 上午8时5分,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韩国瑜 抵达户籍地高雄市黎园区的浦院寺投开票所并完成投票 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蔡英文也在上午9时 现身新北市永和区秀郎小学投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妇人陈佩琪已在维安人员陪同下 于早上8时前往金欧女中投票所投票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在80左右 前往住家附近北市文山区中华卫理工会平安堂投票 很多台湾民众8点不到,就已经到投票所准备投票 8点开始投票后,许多投票所陆续出现投票人潮 据悉,近年具有投票资格的台湾民众超过1931万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